齐心动念会影响身体健康 善行善念的 自然身心健康 如果忧虑悲伤 这个对于健康有极大的妨害 中医都有报告 都有说明 情绪 妄想 上身体 古人有一句话说 人逢喜四景深爽 欢乐对健康就有很大帮助 欢乐到哪里去呢 到法里去 法西充满 这是最健康的 世间人这些娱乐 那也有一点帮助 不大 那种健康 好比吃了兴奋剂 这样的健康 不是真正健康 法西是真正健康 那世法里的也有 那能语 第一段 孔子说的 学而实习之 不亦于予乎 那是法西 说明 说明世间圣贤教育 会带给我们 法西 健康的 佛法更是带的 法西 那我们初学 那我们初学 初学发起 生不起来 那是什么 烦恼习气在中 你尝不到法味 有些人 一集出 他就欢喜 烦恼轻的人 善根福德 深厚的人 会有这个现象 初学 得不到法学 没关系 这要有狠心 有耐心 慢慢继续 一年年年 会成多 总而言之 烦恼越轻 忘年越少 这法西 很容易得到 得到之后 中换血 对身心健康 有大帮助 无论 感谢观看